所以我們... 主題詐勵 初詞表演的歌曲 我... 你先說 我... 我以為會是 經歷人 幻想過的是 經晴舞 哈哈哈哈 我自己的想像是 他不见得真的能够勇敢 在那个时候 他其实根本没有办法想象 之后的世界长什么样子 所以他究竟还有没有 那么多的勇气去面对 接下来的每一个生活 跟每一个不公平的对待 然后后来知道是 代理员大宝哥的时候 真的谢谢有他 他演出的阿翰完整的整个张家 在还没开始拍的时候 他跟我说 我年轻的时候比你帅 一个月就三千块 一开始在对戏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紧张跟大宝哥 但后来我觉得他好厉害哦 他光声音就已经让人家很不入力了 他还刚刚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我找人家客串没有 开玩笑 其实我们当然也开始了一段时间 可是要五十岁 然后是一个能够演同志角色的演员 其实这个选项就已经很少了 然后又愿意去演这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第一个 我们先锁定了大宝哥就是丽人 然后找谁跟他搭 后来就是王志贤大哥 很勇敢地跳出来 哎有意思啊什么事 然后他就接了这个角色 真的有哎 我们两个人的那种交流 我个人认为是很阳光的 有希望的 因为前面我没有参与 所以说我必须得要参考 他们前面那个个性 不管年纪渐长或时间多少 但是那个个性是不会变的 你刚刚不觉得事情跟他很像吗 不行动的话 对啊 我走路真的跟他很像 对我来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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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象过他会变成一个很潇洒的 在一个很热闹的地方 每天工作结束之后 就会到酒吧喝个几杯 不管那一国人都很了解那样 如果你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像也不知道他们后续的生活 变成什么样子 有他们两个演老年的我们 就真的 才把这个角色做完整 谢谢 我一直在开演唱会 我在后面搖手 还买我完整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尼加沙徒步 好 OMG 有没有看到 非常壮观 非常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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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成这样结果我没有要下去 然后我什么都没包 我居然要下去 去加拿大一方面就是说 除了希望把歌曲拉大 也希望去对照这两位成年后的男主角 他们心里的一些状况 所以去加拿大有一个异活的奇调在那里 也是算第一次跟加拿大的剧组合作 其实他们也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是一个还蛮跨国合作的经验这样子 去澎湖跟去加拿大拍戏是我最难忘的时候 重点是我们最后一天看日出的时候 那个日出超美 超级美 他们走在加拿大的街上的那个样子 其实就很像一个日常 就是你会真的相信这两个歌这里 然后发生了所有事情 那我觉得如果现在真的有张家恩跟Birdy 我真的希望他们能够看到电影 跟他们能够一直记得这个 这个刻在心底的这个回忆这样子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看到电影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看到电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